渤海湾某炮兵助训场 昔日朝气蓬勃的战炮班 为何失去了往日的训练热情 面对棘手的难题 副旅长李延峰采取了怎样的方法 提高战炮班的凝聚力 班长相义和他的战炮班 在难度升级的训练中 并将接受怎样的磨练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我和我的战炮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架 7月5号上午 渤海湾某炮兵训练场一片喧嚣 陆军第80集团军的火炮训练 已经在这里展开 高级军起 狂风带着黄沙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这是炮兵旅官兵们在这里助训经常遇到的天气 在此助训的一百多天里 他们已经习惯了与风沙为伍 也习惯了在烈日制考下训练 再过几天 炮兵旅的官兵们 就要迎来这次助训的最后一次实弹射击考核 一次检验他们这段时间的训练效果 当所有人的心思都集中在这次训练中时 炮兵旅营长却发现 一向训练热情很高的一个战炮班 在最近几天的训练中像丢了魂一样 炮兵旅营的时候 这个班都是出流丧气的 战士们没有一点惊奇神 做些动作来也是漫不经心 比武的失败 让我在战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感觉到大家都在背后议论 这次比武失败 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看到别的战友时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实在是太丢了 相义是一名入伍七年的老兵 在战炮班班长的岗位上 已经干了四年 再过一年服役期满后 就要回到家乡 不久前 相义和他的战炮班被抽中 参加陆军炮兵骑兵2019比武 他和战友们都很想通过这次比武 来证明一下自己 给自己的军旅人生写上浓重的一笔 面对陌生的地形 始料未及的灵机考核 相义和他的战炮班信心满满 顺利通过了伪装防护 障碍机动等考核课目 我们还是很有细心的 感觉能拿个名字 因为我们发现和其他单位训练 都不相上架 也就是都是这个水平面的 对于我们参加这个考核 我们班所制定的这个目标 就是我拿前三 然而比武并不像相义想的那样顺利 在实弹射击考核中 相义和他的战炮班却出现了跑把 是送弹什么 我送完弹之后 我又在炮的正后方 我看着那个把子 看到没有到 只要有一发射弹 没有运动目标 那么我们的成绩 基本上就是靠后的 总的来说 考得好不好 就是三发弹打得怎么样 原本准备进入前三的计划 瞬间被打破 相义和他的战炮班 在陆军十二个炮兵班中 取得了第九名的成绩 这个成绩 一下子击垮了参赛的八名队员 到中点站 我们整个车厢的人都很成绵 也没有人说话 也没有以前那种训练完结束之后 在车里说话聊聊天唱歌什么的 都很压抑 虽然战炮班在比武时扣分较多 名次靠后 但是在相义所在的某炮兵旅 副旅长李连锋和营长李在位 力压群雄 分别斩获炮兵旅团长第一名 和跑兵旅团营长第一名的桂冠 单位取得了总评第三的好成绩 而在相义和他的战炮班 听到这个好消息时 他们的心情再一次降到冰点 我们战斗班主 拉低了我们权力的总评成绩 当时的心理包袱很大 包括我们班主的人员 有的时候在交流上 一说到这个话题 就是突然就沉默了 沉默寡言 就没有什么劲力去聊他 第三名呢 我们肯定是独冠了 单位成为独冠了 没有站在领奖台上 反而成了为他人鼓掌的 也成了给单位拖后腿的对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作为战炮班的班长 我是不是真的能担得起 这样的重力 我够狗吗 比武的失利 让相义严重怀疑 自己的个人能力 回到连队后 经过连长和指导员 做心理疏导之后 其他战友陆续调整好了 训练心态 唯独相义 一直无法从失败的阴影内走出 来吧 班长 来吧 不打了 没事 班长 来吧 来吧 行 来吧 行 来吧 我抖不行 你们抖吧 你们抖 来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这边来什么 这边要不要 休息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还是一个人 在那发呆想东西 不像以前我们训练的时候 就是那么爱笑 也经常说话 现在也不怎么说话 也就是经常拉着脸 就非常郁闷的样子 连长我有时候叫他 他跟他听见似的 就很失落 每天他就是自己 拿他的笔记本 在那天天写 写在东西 实弹射击几天后 就要开始了 这次训练周期场 训练强度大 环境也比较艰苦 要求参训官兵 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才能圆满完成训练任务 而相义的训练状态 一直没找回来 营长刘成兴意识到 相义的状态 如果调整不好 不仅仅会影响 这个般的事情 甚至会影响 全营的实弹射击成绩 就在营连长 感到一筹莫展之时 驻抓训练的副旅长 李延峰来到了训练场 比武的时候 他怎么会是失误了 对 比武就是失误了 主要是心理素质 不是很过关 然后在实弹射击的时候 第一发炮弹 其实命中了 但是靶子没有倒 然后这个就是 当时就感觉压力非常非常大 第二发迟迟不敢放 也耽误了一定时间 李廉峰是一位 有着21年军龄的老炮兵 从入武那天起 就一直在和火炮打交道 并多次在比武考核中 取得好成绩 他很清楚相义之所以 失气低迷 是因为没有了信心 说到底还是心理素质不过关 而要想让相义 在短时间内 克服这个问题 还必须慢慢想办法 让他把丢失的信心找回来 这次专门来分析分析 研究一下 不要有顾虑 前期训练 很多同志给我反映 你们从四点钟 到晚上十一二点 天天都很酷 偶然的失误 一方面说明我们在学院中 还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不能说明我们没有付出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把你们好的做法 好的经验 给你们连队 给你们赢 这个破班传授好 没想到我们班的事情 竟然惊动了旅首长 我的脑袋一下子蒙了 面对首长亲切的眼神 我的内心无比羞愧 我该振奋起精神 好好训练了 可是我为什么 就是提不起劲呢 别武之后 副旅长李连锋 讲营里面了解了相义 和他的战跑班的基本情况 一个帮助相义和他的战跑班 恢复战斗力的计划 也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 战跑班是我们炮兵 最小的队长单元 我们要通过训好一个班 带动一个营 从而提升我们全旅的 战跑训练水平 同学们 在下部的训练过程中 我想无论抽到哪个班族做示范 大家要发扬 我们大渡客是闹吕 敢打必须的精神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让相义和他的战跑班 猝不及防的是 这次又抽中了他们班 给全银做示范 而这也是李连锋 让相义克服心理障碍的 第一步 在难度升级的训练中 李连锋给战跑班出了什么样的难题 班长相义和他的战跑班 能否迎难而上 重拾训练热情 《冰尸记》时正在播出 我和我的战跑班 都有都有 我俩要够够 我俩军动体指挥 迅速组织抢修 人员上山 以往都是连长带着大家一起训练 看到副旅长李延峰 亲自带着大家训练 相义和他的战跑班的每个人 都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感觉 手长亲自过来主动我们训练 感觉就是需要把我们 很好的一面展现给手长 一个就是我们人员的 紧张程度比较高 再一个就是 一个弊端就是 人员过度的紧张 容易导致在操作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失误 三炮搬出一 二炮手 三炮手 黑处抢修 走到 一炮手挺踢 二炮的位置 四炮手挺踢 三炮位置 一 二 让大家始料不及的是 副旅长李延峰 竟然减掉了两名人员 我们都是按八个人去练的 没有预算到要减一人 裁掉我们两个人员 一个是操作火炮的主操作手 因为他牵扯到要有一个 射着底盘 主要的负责人才演奏了 第二个就是跟随我拆卸运动体的 少了一个人 李延峰给相议他们这个班出的科目 是在战场上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故障 要求战炮班在作战中不仅具有操作火炮的能力 还要具备简单的修理能力 我们是战斗班 它不属于维修分队 所以对于这个车轮的拆卸 也没怎么组织过训练 对于炮兵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在减去两名炮手的情况下 相议和他的战炮班 共同协力完成了更换运动体的训练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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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运动体只是为了唤醒大家的训练热情 让相议意识到自己是炮兵班的班长 在训练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而接下来才是李延峰真正的目的所在 他下令将运动体搬到车厢上去 可火炮运动体并不像我们平时驾驶的 车辆轮胎一样轻便 这个运动体它不是普通的轮胎 它是半实施的 重量是比较沉的 将近500斤 通常需要四到五个人才能抬起来 来个人 我们俩抬一下试试 好 走进 一 二 比武的势力对相议的打击太大 李延峰组织大家一起搬运运动体的目的 就是要让相议深刻地体会到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都会有这么多的战友陪着他一起承担 在艰巨的任务面前 不管是谁都不能轻言放弃 一个班主协同对一个班是非常作用的 如果说一个班主八个人 每个人的力气用不到一块去 那我们很难完成一个战斗认 搬运运动体需要炮班的八个人全力协作 共同完成 然而因为炮班的人员身高不一 体能素质有所差异 在搬运过程中 位于最下面的人员所处的位置是最危险的 很弦那次很危险的 如果前面那两个人力气稍微有些松懈的话 就可能砸到他 当运动体要上肩的时候 整个人感觉到身体要塌下来的感觉 那个时候想的是 如果说一个人塌下来了 那么全班都搬不住 那就会造成一些训练事故 那个时候就是强撑着 必须把它弹上去 在这样的训练中 相义和他的战斗班 显然已经忘记了曾经的失败 忘我的投入到训练中去 经过了初次训练后的摸索 相义也在训练中找到了方法 每个人的力量都要用到一块去 才能把这个全班的力量 融合到一块去 那样才能更好的 去更快地去完成 主要体现的就是在口令上 下午三点 太阳无情地制考着训练场 除了风声 就剩下了战友们大声的 喘气声和口令声 大家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相义明白 很多战友也快到了身体极限 但是尽管如此 大家仍然卖力地进行着训练 一 二 一 二 看着大家一起 齐心协力地完成训练任务 浅渐地 相义的内心 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看着与我朝夕相处的战友 每个人都拼尽全力 想想自己曾经的气馁 是多么不应该 作为战炮班的班长 我应该起到率先锤饭的作用 鼓舞打架 一起面对困难 而经过了几次训练之后 相义和他的战炮班战友们 也很快找到了最省力 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我们班的副班长 徐振伟想到了 因为我们如果用手台的话 本身手的力量就有限 如果说把运动体扛在肩上 高度就会与大翔班的高度一致 然后稍微一用力 就能把运动体 上到车上去 我们几个人是在原地 直接就扛肩上 这样很轻松 就像一个人在扛一弹面似的 没有那么重 力量分配得很均匀 就直接一身成功用车上 抢修完毕 用十九分钟 继续行动 我简要点评一下 这次训练比上次应该讲进步比较明显 大家的分工很明确 特别是把三炮手四炮手 退出这个维修以后 对运动体的搬运 特别上车的时候 我们的动作明显有了进步 起始就一下子举到肩膀 速度也比较快 说明一下 大家训练 有效果 希望以后保持好 副旅长李延峰明白 此刻相义的心理 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 接下来 要趁热打铁 对他实施最为关键的第二步计划 这一步将会彻底让相义重拾信心 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战炮班追 追 在我左前方九百米出 发现敌 击枪狐狸点一出 命令你们 迅速占领致苗阵地 予以见面 继续占领致苗阵地 继续占颇 加油 抢队 打赞 在比武考核中 兵机设置减掉了一名炮手 而这次训练 狐狸长李延峰竟然裁掉了三名炮手 班长相义不仅担负着指挥员的角色 还兼顾着两个炮手的职责 作为专业性很强的战炮班 班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岗位 无论哪个岗位 要想操作如此庞大的钢铁装备 都需要有一把子力气 一 二 走 压力盘 压力盘 压力打地 裁检人员不仅是对炮班长指挥能力的考验 也是检验炮班人员团结协作精神的体现 我就这么反复说 先把你这个班训好 可以全旅做示范 带动全旅这个训练 他们就有一种压力 在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炮兵旅里 一专多能是对于官兵们的一贯要求 而象翼和他的战炮班通过比武 对一专多能训练 有了加强性的巩固提高 五名人员也都全身贯注 紧张有序的操作 大家都想打着翻身仗 把训练成绩提高上去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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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检掉三名炮仔的情况下 象翼和他的战炮班比武考核时间 还提高了四分钟 这次训练 我们八个人通过设置条件 检缘三个人 五个人设置阵地 比我们比武考核还要难 但是我们这个时间 比你们比武考核提前要四分多钟 说明通过我们一段的训练 质量有了提升 希望在下一步的训练中 大家能够再接再厉 提高训练成绩 为你们全营 把这个训练做好示范 下一步在我们全旅 要推广你们好多做法 提高我们全旅 战炮分队的训练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新兵中体能出色的佼佼者 然而在被分到了高手云集的特战营后 却戒二连三地遇到难题 盘登 滑降 潜水 他将如何逐克攻克 实现一名特种兵的梦想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特战新兵第一关